本季的ERA是1.80拿下9個救援成功 而且最近是連續9場比賽拿下救援成功 真的是非常驚人的一個身手 龍隊這個半局要從大... 這後緣跟先發差蠻多的喔 哎唷 內角球來到1號1 打到優愛爺方向這個飛球 在邊線附近是遭到了岳振華的接傷 打得是太高喔 80的球出現 志氣啊 就提升上來了 追平分數喔 衛選同隊在最近的... 球出被呂彥晴取得了絕對領先 這一個內角的high fastball 胡德溫吞了一個三球三振 三不零就連續三天都有權力打的出現喔 對... 衛選同隊的打者喔 稍微要再加把勁喔 一雷神 踩地已經出爆 這個外角訴求劉基厚是破壞掉 還是兩好球沒有壞球 這個變速球有忍住喔 打高了 中外野方向 剛換上來的宋承睿 這個飛球收進手套 就結束了這一場龍象大戰 最後是中信修第三比二 一分之差打敗了衛選龍隊 那龍隊是吞下了四連敗 今天的勝頭是鄭凱文 他七局只有掉兩分 收下本季的第七勝 那至於守護神呂彥青 則是拿下了第十場就位成功 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